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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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我要表达我的内心两个感谢 三个遗憾 一个祝福 首先感谢2018年11月24号 支持韩国瑜的89万2500位 我们市民朋友 让我有一个机会 来过为我们高雄市的市政 来打拼 来服务 来努力 在这里 我们团队深深的感谢 这89万市民朋友 一鞠躬 谢谢 第二个感谢 感谢我这一群最棒最棒的我们市政府的团队 我们三位副市长 几位局处长 有的离乡背井 有的抛弃别子 有的放弃高薪 不管是我们在地的高雄子弟 还是外县市特别请来高雄市为我们市政府团队 共一己之力的 所有我们市府最优质的执政团队 我以这些我们执政的团队感到光荣与骄傲 我相信广大高雄市民朋友 对我们这个执政团队大多数也是肯定的 我也一鞠躬向我们这个团队来感谢 我要这89万支持我出来 担任高雄市长的好朋友 同时今天我们高雄市 有130万的市民朋友 并没有出来投票 感谢他们对我们团队的支持 也感谢他们能够认同这一场选举 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甚至有的认为 这是一场不公不义的选举 所以有130万的市民朋友不出来投票 韩国瑜非常非常的感谢 三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 任何一个政党掌握国家的权力跟资源 应该一心一意为人民来努力造福 一心一意为人民来打拼 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过幸福的好日子 但是非常遗憾 民进党第二次执政以来 所有的心思几乎全部集中在霸函国家队 集中所有中央政府的力量 跨越各部会 买通了几乎90%以上的媒体 几乎百分百的网军 全力攻打韩国瑜一个人 抹黑造谣不断 罢韩国家队 如果有这种心思跟体力 为什么不好好用在建设国家 造福民众的身上 而把它放在全心全意的斗争 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一个做牛做马的政府才是人民要的 一个做威做福贪污腐败的政府 是人民所唾弃的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遗憾 第二遗憾 我们执政团队 所有的成员努力以功 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的执行 政策的推动 我们很骄傲 都是全国最优的 我们的双语教育 全国第一 我们的路频 灯亮 水沟通 全国第一 我们辅导青年创业 全国第一 我们防止新冠肺炎成绩 目前本土感染是零 也是全国第一 我们防止登革日 到现在6月6号 还是零 也是优于过去几十年的表现 我们照顾未婚妈妈 农产品的外销 招商引资的用力程度 光光的行销 青年的住宅等等 我们有太多的指标 都是全国最优 但是我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团队不停的被 抹黑 扭曲 造谣 中伤 甚至完全脱离事实 毫无根据的批判 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也希望 所有的好朋友 给我们高雄市政府 这个团队 一个公平的评价 这是我觉得 我第二个遗憾 第三个遗憾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 就是好多我基地要推动的工作 我们团队要全力来推动 曾如我刚才所报告的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高雄市的未来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所以我们把地图 正面的看 左边中国大陆面积这么大 右边台湾这么小 但是我们把地图横的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 神奇奥妙的事情发生 高雄到东南亚 到东北亚 都是三个多小时 高雄的未来 最重要的一条路 就是国际化的道路 所以双语教育 培养下一代的扎根动作 是我们放心不下 再来照顾弱势族群 推动市政府整个招商引资 还有继续推动所有相关的工作 我们觉得有很遗憾 就是这些工作 在我们这个团队 没有办法继续执行 最后一个祝福 高雄是南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高雄市民 也是最棒 最优质的市民 高雄市民善良 热情 憨厚 耿直 如果这个城市 往好的方向带 一定是能够发光发热 期待 下一任市长 一样 能够让高雄市的市政 真真日上 一样 能够让高雄市民 过得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祝福 我们高雄市 能够成为一个 伟大光明 开朗复述的城市 这是发自内心的祝福 同时要谢谢 所有新闻界的好朋友 将近两年来 台湾政治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像韩国瑜身上所发生的 整整的两年 无穷无尽的抹黑 无穷无尽的造谣 无穷无尽的小放大 无穷无尽的扭曲 让新闻界的朋友 也非常的辛苦 我想在这里 要谢谢我们高雄市 所有的新闻界朋友 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 祝福我们高雄市 以及高雄市 280万善良的民众 让我们高雄市 能够让全台湾 全世界 一样持续的耀眼 愿天佑高雄 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谢谢大家 谢谢